这应该是比宋明如故推进一步的一个成绩 希望的话有我们所比较不具备的这种价值 要说知识、直学、希腊传统 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发展出这么个传统 所以摩先生在道土以外 认为这个学统也能分出来 分出来归给知识、直学 归给希腊传统 而且我们一方面要学习 一方面要反求诸己 要从自己的文化生命里面 这个开显出这个知识的学问来发展过去 正统、政治的正 正统两个字是摩先生的创法的一个用词 它是指这个政治形态的一个发展 从三代的贵族政治到秦安以后的君主政治 到这个近代西方发展完成的这个民族政治 这是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应该走到这个民族政治建国的这一步 而国家的民本民贵 它也可以相顺地发展到民族政治的建议 不容易但是总是可以去做的 而且应该要完成的 所以这个三统并建 就代表这个文化生命 这个向前面发展的一个途径 第三点是说 它断绝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时间观念 也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而是一个有价值内容的一个观念 现代化的真实意义 是指现在西方文明的研究 它的基本内容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第二个是人权运动的展开 第三个是知识的孤立发展 一二两点后起来 就成就了民族政绩的政治集团 所以我发明持续的自由开放的设计 第三点是托车的问题 托车的修理发展 或使用的技术 再加上就会宣传这个产业 对于共产发达和自由建计 这都是知识开放以后 所达到的一个程度 当然是托车对中国文化问题 比武四十多的人 做了更为致敌的反省 和更深入的词仰 它确认 儒家思想和民族国家 并非有相逆的重复 而应该是相顺的一个派 要民族教国就用不了 奥金人也不是全国希望 而这是我们进到现在发展 这个文化成果的这个作品 最下面我也来个想 想这一段真实民主政治的建立国 以及建设修主自由的原地 第一点我们比较熟悉了一下 第二点建设修主自由的原地 在中国历史上 在中国历史上 虽然没有中间教教练 共对修主市场的自由 但是从大部分直播以下 对待的建设修文字欲的事件 也一样是对修主自由的压制的破坏 中间大部分上 固然还有一些成果的笼造 而在台湾也偶尔还会有一些 无谓的干绕和政治 而建设修变证 和泛政策化的这种展现 也是多对修主 我们就在武器提倡 和校园里面中 不如强调校园自由 免得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和教学的自由 如大师秀 有金有权 有常有贝 首先的同学 是有常理的计刃 所以他原则上 是国以与师俱见 贯同常见同常见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戒律呢 给我说了什么 一身水善万俗见证 黄迪舟写明如是万 他需要的就是明显 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库 文库的画现年 既要年聚 又要开放 年聚才能够珍过 而有所能够 开放才能够感受 因应而有所为 能手去手当手 主意去手当鼓 这就是你现在的感觉 昨天以后 我们又当代存在了 当代圣徒家 应该会算到两个路前 除非神仓手头的良迹画 代表这一个 这个做人的一点前面 我们念着 从相对走向空 从相对 由于造成这个 替我见的理性 由于造成靠慕 而不能够 了解对方 神仓对方 也不能够 要啟受 修行 為 所謂隆途 那是人類文化的一個大同志道 這一點的我們深信心 人文世界當中的一切真的 善的 美的這個價值 都對於隨時創造出來 一個一個的呈現 這就叫做一日正常 萬事無見諾 根據真觀 加善之下 其不疑於善待 抱歉 這就是所謂的句文 因為這個意思實在是很美 但很文 很疑於善待 所以也不過 要做得上一種 哪些都有在用 但是我還希望大家有之一同 要以群長心來看這個文化的奔功活作 千术千修萬修千修 萬修千修千修 使得我們中華文化 如漢師傅真的能夠 這麼發援發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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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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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